这是苹果目前最强大的手机 iPhone 12 Pro Max 我在使用它两个月来 对它是又爱又恨 每天都会纠结 是不是应该卖掉它了 嗨你好我是大牙 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 不知道已经购买使用了iPhone 12 Pro Max的你是否也后悔过 那么原因又是什么呢 如果你正打算购买它 那或许这条视频也会给你一个不错的参考 iPhone 12 Pro Max是苹果有史以来屏幕最大的手机 这款6.7寸的XDR大屏 用起来无论是玩游戏还是刷信息 看视频都很过瘾 峰值亮度能够达到1200nit 看个HDR视频那叫一个享受 甚至说使用它来进行照片后期调色 也不需要太担心它的偏色问题 要说遗憾的话 那肯定就是连90赫兹的高刷都没有 屏幕变大 机身也就变大了 iPhone 12 Pro Max也可以装下更大的电池 日常搬砖一天不会有电量焦虑的问题 那基本上我的一个常规使用 一个白天也就耗电在50%左右 如果说周末出门玩的话 一天下来的耗电量是 哦对不起 我是一个没有休息日的兼职up主 这一年我基本上出门都是在拍视频的外景素材 那在外面干活就没有太多的功夫来看手机 那这里建议出门玩一天的朋友帮我分享一下你的耗电数据吧 每代iPhone我最期待的最大的升级的亮点就是在拍摄方面 iPhone 12 Pro Max有12系列最强大的摄像头模组 从13毫米的超光角到26毫米的全新大地CMOS防抖主摄 再到独占的65毫米长焦 以及iPhone Pro RAW格式的照片 4K60帧10bit杜比世界的HDR视频拍摄 以及LiDAR传感器 这些特点也正是我在看了发布会的当时就得出的明确购买答案 就它了 不过对于它的表现 我是从满怀期待到怅然若失 在白天的户外或者是光线充足的时候 iPhone 12 Pro Max的拍照能力配合Apple Pro RAW无需置疑 它保持了高血准的质量 加上HDR3的算法 轻松就能获得高动态范围优秀的照片 并且能够让你在后期上获得更高的调整空间 视频也是一样 如果开启4K60帧HDR视频拍摄 用手机直接观看的话 你的眼睛一定是在享受中 你会看到稳定的高对比的高动态范围的HDR视频 即便不使用HDR视频拍摄 我也用它完成了不少满意的视频辅助的画面拍摄 但是如果到了晚上呢 照片和视频的质量其实也都挺好的 只不过 这该死的鬼影谁能受得了 它轻轻松松就能毁了一张照片 一段素材 我也尝试使用它拍摄了不少的素材 在适当的调整拍摄角度 让鬼影和光源重合的话 就可以得到一个正常的照片或者是视频 但是这是在凑合没错是凑合 我希望的是此时此刻我掏出手机可以直接完成想要的拍摄 而不是在躲避那该死的鬼影才按下快门 因为新的大抵主摄的设计 让iPhone 12 Pro Max的最近对焦距离也要弱于iPhone 12 而是第二视频因为目前平台支持有线和播放设备的不同 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在iPhone间互传观赏 它的体验才是最佳的 我购买iPhone 12 Pro Max一个很大的需求点 就是想要购买一台可随身携带的高性能高拍摄能力的手机 那目前来看它的确是做到了 只是在拍摄问题上到了夜间 它就更只是一台手机罢了 另一个我想要换掉iPhone 12 Pro Max的原因 就是它的重量和操作手感 iPhone 12 Pro Max的确有了更大的屏幕 更大容量的电池和更Pro的上头模组 但这都导致了它必然在重量上的提升 以及全系列回归的直角边框设计 单手握持那是灾难级别的 灾难到我甚至把我的微博尾巴都改成了又大又沉的iPhone 12 Pro Max 能感受到我日常的吐槽吗 对于我这张18厘米大的手掌来说 单手握持刷手机大于G的区域很快就会被个腾 并且即便是下滑屏幕到单手界面 右手也没有办法直接点击到左上角 再比如我要打开一个APP 它的跳过广告刚好在右上角 等我调整完沃姿按下跳过之后 三秒五秒的广告可能就刚好结束 所以我只是在用分散注意力的方式 跳过了广告 每卖出一台iPhone 12 Pro Max 这个世界上就会多两根小拇指增加骨折的风险 因为无论我是站着还是坐着 单手还是双手操作 小拇指都会习惯性地在下面递着 因为它的重量 经过两个月的特训 我已经原创了一种手印 真 别扭 拯救小拇指 两个月过去了 每当我拿起iPhone 12我都会感叹 哇 iPhone 12好轻 手感真好 我的上一台手机是华为P20 Pro 所以在换到iPhone之后 信号强度的变化 感知就会很明显 以前我能在本就信号不强的地铁里 仅靠每一次的停站间隙 谨慎地点进一篇帖子来看 因为这一看我可能就得到下一次停车 再换一篇再看 那用了iPhone 12 Pro Max呢 我开始给手机缓存音乐 通信时间也就变成了我零碎的写稿事件 甚至我偶尔有脑洞还会写一些小说 fine 我接受了 曾经我带信辣可以愉快地刷手机 现在呢 我减少带信辣的时间 而这点时间也被用来写些稿 比如这一段我就在11月24日带信辣的时候 突然的灵感 谢谢iPhone 哎 你看是不是你可能也没有发现 我好像是在 夸着夸着iPhone 12 Pro Max优秀的地方 怎么就慢慢地变成了连着吐槽 那这也是我写了四个版本的稿子 对我的一个诡异现象 我都是夸着夸着夸着触碰到的槽点 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忘记应该表扬它哪些优秀的地方了 的确 iPhone 12 Pro Max 有很多可以细聊地称赞的地方 比如它的性能 它的系统 它的生态 它的体验和它的硬件等等 但的确又有那么多能够让我吐槽的地方 比如它的鬼影 它的大小 它的重量 它的手感 它的信号等等 那现在你能理解为什么我会对它又爱又恨了吗 如果说你真的需要一块更大的屏幕 更大容量的电池和长焦的镜头 传感器的防抖 Apple Pro RAW的格式 4K60帧 HDR视频 这样高规格的照片和视频的Pro需求 那么它的确是一台很Pro Max的手机 你会喜欢 但是说如果你没有这么Pro的需求 又不喜欢又大又沉的手机 那么iPhone 12就真的很适合你 或许今年我终究还是不会卖掉Pro Max换成12吧 因为我的确需要它的这些硬件和它的机器功能 所以即便它又大又沉 我也会选择人寿 每个产品都有它的设计定位和目标人群 它们也就一定有可以被吐槽的地方 也有值得被称赞的地方 那消费者吐槽可以让一些问题被厂商看到 重视并改进 提高我们的下一次换机动力 称赞也是为了鼓励厂商可以继续研发更加优秀的功能 提高我们下一次的换机动力 所以我也继续期待着2021年的iPad Pro iPod Pro 12寸的MacBook Pro和iPhone 13系列 那么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的内容了 如果可以让你更好地了解iPhone 12 Pro Max 请不要忘记给我满满的三连鼓励支持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也请一定现在就去点击一下关注按钮 关注我吧 那么好了 我是大雅 期待着下一次与你的见面 拜拜